只是回到大马短短三天的中国新歌声六强选手李佩玲 今天早上除了回到熟悉的母校拍摄决赛特辑 随后也前往了光大和槟城首长林冠英见面 林首长也在聊天过程中帮忙观众问了大家最想知道的问题 现在你要选哪一首歌唱的 林冠英也透露佩玲在十二岁时就曾经在她面前也唱过 如今的她能够站上国际舞台 林冠英也感到相当骄傲 并且认为李佩玲一定行路 她开始是在活动表演 所以获得很多观众欣赏 当然其他人就要请她去表演在其他的节目 所以越唱越红了 现在红到中国 希望她能够有一个很好的成绩 当然我认为她现在的表现令到我们感觉到骄傲 当然是令到Apple Day为勇啦 当然是包括冰赏 所以是给了一个鼓励 希望她能够再借再历 我看一定 一定性的啦 对 谢谢 十二岁的时候有这个机会的在 跟宾州长的联系上 应该是一个很幸运的事 然后这次也有机会 我们在这里 还有一个 宾州的恩兵 此外 宾州政府也播出1000令吉奖励李佩玲 同时希望她继续加油 明镜与 thu俱乐此大吉查 最好 嗯 ну 好 好 OK 不 品